红声后,我拿出700亿 带好哥们一起抄底虚拟货币 黄赚1000亿 昨天最高峰一枚是19000多美元 现在,已经降到了12000了 我刚刚收到消息 大洋彼岸对全世界最强挖矿团队比特海域进行控告 最关键的是拿网特币支付中大葱的率先下场 以1万美元抛售10万枚比特币 老郑,你这笑得是不是早了点 钱现在还在我们的口袋 我们还没有下场呢 这有区别吗 你老弟只要提到财路 就没有失手的时候 我从出了电梯就听到老郑的笑了 现在网特币多少钱一枚了 现在已经降到12657美元了 叶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连时间点都卡得这么死 我真怀疑你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呀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寻的 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了 中大葱可是网特币追负 他手里持有的网特币数量超过110万枚 一直都没有兑换成法定货币 这次怎么会忽然抛售10万枚网特币 太诡异了 更诡异的是 网特币自身价值已经跌到了这种程度 可股市的波动却很小 叶哥 这跟你的预言几乎一模一样 很正常 要是让股市也跟着崩了的话 那这就称不上资本的陷阱了 高,实在是高 叶老弟 那咱们什么时候收盘啊 这才刚开始呢 你就急着收盘 在李海斌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场 当即愣住并看向了叶松 这 时隔三天 王静安还真的主动联系自己吗 还真是被叶松给看穿了 喂 王大嫂 海斌啦 叶松那边是怎么个态度 怎么几天了都没给我信 王静安那皮笑肉不笑的话声 从手机听筒中传出 呃 王大嫂 一哥那边 他 他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了你不联系我 是这样的 一哥让我不用急着回你信 看你会不会再就此时联系我 以此看看你是不是真心想跟他见面来着 不善于撒谎的李海斌硬着头皮的扇扇套 哦 意思是故意晾着我咯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啊 王大嫂误会了 叶哥没那意思 不是那意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没跟他表明我的身份吧 在知道我是四九成王静安的情况下 还摆出把我晾起来的架势 看来咱们的叶东底气十足啊 一声叶东底气十足 让李海斌心头猛地为之一哥登 只是没等李海斌再开口 王静安画风一转又为道 既然叶东同意了 那后我傍晚就到山清 还有老海斌你给安排一下今晚的饭局了 记得把叶东给请到位 再把叶成英也给招呼过来 嗯 我待会跟叶哥说一声 完事再给王大嫂你发个信息 这次应该不会再晾我几天了吧 在李海斌奈不知该如何接话的 无奈苦笑下 王静安不再多说 随着一声话落边利索的挂断电话 刚才是王静安给你打电话 是的叶哥 真被你给说中了 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他今晚就到山清市吧 让你今晚就把我给约出去 对吧 李海斌猛然一致 叶哥 你这 这又是怎么知道的 这还不简单吗 主动找你 说明他心里头已经急了 只要一急 那还不得是迫不及待越快越好吗 哦 李海斌错愕地咽了咽喉 还是没等他开口 叶松便再又一笑 看来他是知道我的真实家事了 什么 叶哥 这怎么说 根据你跟我的讲解纪描述 这多少让我对那个叫王静安的 有了些认知更大概了解 所以在我看来 像他那种主 如果不是我身上有某些特别的东西 他是不至于会出现沉不住气这种可能的 故此 问题就来了 我身上能有什么能让他沉不住气的东西 钱 这肯定不是 爆发户身份 这更加扯淡 再就是我旗下那些企业 同样可能性不高 因为就算他对我旗下的那些企业感兴趣 也不至于会沉不住气的 除了这些之外 剩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我的身份了 知道我是林家人 想会一会我 叶哥 感性你在三天前 就已经想着凭这一点去对王静安进行试探了 试探他知不知道你的家事背景 不过叶松确实没有回答他这一问题 延续着刚才的话为 似是自言自语的继续的 不过他到底又是出于什么来回忆回我 这有点说不过去 真说不过去 那叶哥 王静安提出让我今晚安排饭局 把你跟叶成英给带过去这事 你看 去 你安排就行 听 那我安排 但是叶哥还有个事 你说王静安已经知道了你的家事身份 那咱们今晚过去的时候 该怎么着 不用怎么着 就当做他还不知道行了 咱们只管装傻冲浪 看他是怎么个意思 好 明白 那今晚我就安排在红燕酒楼 时间定在晚上七点 叶哥你看如何 行 就这么定吧 刚才我和张强他们打过招呼了 我先回去 你盯着一点网特币 七千到七千五之间 只要十分钟内没有太大波动 立刻入手 好的叶哥 对了 我的四百亿 加上你们二百多亿 为了不引起注意 一定分成多个账户来进行购买 叶哥我明白 平时只用以接待特殊客人的包厢中 哪怕心性早已足够坚韧都好 这回的王静安心中也是止不住的不停叠加脑梦 从来没人敢让他等 从来没有 但今天 他却是在这个包间中等了已经超过四十分钟 王大嫂 你看我要不要问一下叶哥到哪了 你确定他会来 这个确定 一定会来 一定来的 那行 不用催 王少 话说你多久没等过人了 这个不重要 不过从这一点来看 我这趟山青之行不算是白来了 与此同时 伴着王静安的这声话落 包厢门被服务员推开 紧接着 叶松那姗姗来迟的身影才显出 叶哥 老叶 李海斌跟叶成英 齐齐本门的战起笑喊了 而这也让心思细腻的王静安 再是不经意的抖了抖 抱歉 抱歉 来迟了 主要是给老婆孩子做饭 忘了时间 抱歉哈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着 可叶松脸上却无半点歉意 没想到易董还得亲自给老婆孩子下厨 看来真是贤富良富啊 谁让我欠他们的太多了呢 对我而言 余生可都是用来弥补他们的 难得他们喜欢我吃的饭菜 我又岂能连点小小要求都不去满足他们 下一秒 书然故作出后知后觉的恍然大悟来 您就是海滨口中说的燕京王家公子的是吧 幸会幸会 让王少宁久等了 久等了 初次见面就没守住时间 不好意思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看着叶松的这种表现 李海斌跟叶成英都是紧紧绷着表情 要是不了解叶松的话倒也还好 可基于对叶松的了解下 嗯 怎么说呢 仿佛觉得叶松是在拿对方这位四九成新生代第一人当喉甩 叶董严重了 因为老婆孩子而延误时间 我相信换作是谁都不会怪罪的 毕竟把老婆孩子放在第一位的人 尤其是叶董现如今这种身份的人 着实是难能可贵 哈哈 王少抬举了 抬举了哈 对此 王静安不再坐以回应 继而招呼着几人落座 待到九郭三巡猜过五位后 王静安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叶董 我是该叫你叶董好的 还是该叫你灵少比较好点 王大少 你说你何必呢 对于四九成的公子少爷们 我的认知了解 就是从小说里头那些杜撰的虚构剧情去获得 现在看来 那些小说里头写的还真是有版有言啊 这四九成的公子少爷们 段位越是高的 就越是虚伪啊 来了 不管是李海斌还是叶成英 都没想到王静安会如此致快就摊牌 更没想到叶松会如此气定神闲地进行回应兑现 煞事间 李海斌跟叶成英两人都是不由地摒起了呼吸来 虚伪 你是第一个说我虚伪的人 难道我说错了吗 真的 换作我是你 我不会浪费时间跑过来进行这种浪费口舌的无谓试探 那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简单 直接干就完事了